大家好,我是大树,现在开始今天的分享 从这一次开始呢,我们的分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后期 那这一部分的分享呢,采取录屏的方式来给大家呈现 录屏呢,它在这上面显示就这么一载条 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观看的方式,以达到最好的观看效果 不然的话,这画面在屏幕上太小,有很多操作呢,咱们看不清楚 好的,我们先来看苹果的修改方式啊 使用安卓手机的朋友呢,稍微等一下 苹果手机的修改方式呢,是这样的 在课程的播放界面时呢,我们点击画面中红色箭头所指的这个标志 然后再点红色箭头指的这个标志 就能切换到速式满屏状态 现在这张图啊,如果在你的手机当中是满屏显示 就对了 也就是说这四颗芯呢,分别在我们手机的四个角上 我这个呢,是iPhoneX的截图 有可能用其他手机的朋友呢 应该是屏幕这两边可能有一载条是黑的 这个没关系啊,只要你能显示全就可以了 接下来说安卓手机的 在课程的播放界面时呢 点击画面右上角箭头所示的三个点儿 点完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个画面比例 我们点这个画面比例啊 画面比例点完了之后会出现这么几项 我们选择放大裁切 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会切换到全屏状态 这张图片同样的啊 在手机上是全屏显示 就OK了 个别品牌的安卓手机 有可能跟这个调整方法不一样 但是大家呢,去寻找一下啊 总之把它调整到速式 全屏状态 Visgo呢,是一款主打胶片风格的滤镜 啊,它基础功能是免费的 但是现在呢,就是免费的功能越来越少 然后,它现在推广的就是这个 叫年度这个使用计划啊 一年可能一百多吧 然后就这个叫X的这个 大家呢,我建议先不要买 咱们可以先使用它的基础免费版本 大家下载之后呢,也不用注册 就能先用 如果你不小心点了试用的话 那建议你在它的试用期内 一定要把它取消 不然的话呢,它会直接扣费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 它免费的滤镜还是有一些的 那大家用了之后呢,再决定是否购买 或者其实呢,它给出的那些免费的滤镜 你也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去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大致还是够用的啊 当然如果你有高的要求 那再考虑是不是购买它这个年度计划 因为我这个已经下载完了 所以我可以从这直接打开 这是它打开后的界面 这样,我从它的图标直接进一下 下载之后呢,它的图标是这个样子的 Visco 然后呢,可以把它打开 咱们先认识一下这个界面 因为我已经是使用过的 所以我这里面有很多图片 这个是Visco它的一个图片库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 这里面是没有图片的 我们要用Visco来修一个图片呢 我们首先要把 要修的图片导入到Visco的相册里面 然后才能进行修改 导入图片的步骤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有一个加号 点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能看到这里 我们的相册 显示在这里的 现在是所有的相册啊 你可以翻,可以去选 然后呢,我通常比较习惯于是 把图片先选一遍 筛选一下 放到个人收藏文件夹里面 这就根据个人喜好了 然后在这里面选呢 相对来说 选片的量会比较小一点 我找一张有各种毛病存在的图片啊 好,大家看这两张图片啊 我把它导入进来 点一下 它就出现一个环块 也就是说选中了 然后再点一下 这两张图片都选了 其实当你选了的时候 大家也能看到啊 下面这块弹出一个东西来 对吗 就是导入 好的 两张选好之后呢 就点这个导入 那么这两张图片就导入到Visco的相册里面了 导入进来之后 如果你想修哪张 你就点哪张啊 为了给大家示范功能比较清楚呢 我选这张 构图不是那么好的啊 比较歪 比较斜的 叠好之后还是一个环块 接下来一步啊 这里 大家注意我这个白点示范啊 我这个大白点啊 看一下 点这两个杠 进来之后 它显示的下面这一排小川啊 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 因为我是买了它的这个年度会员 所以呢 我的滤镜非常的多 你要没有买的话 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 下面这个小川 每一个就代表一个模拟胶片的风格啊 Visco它就是模拟很多胶片的这种色彩啊 这种反差啊 颗粒啊 等等 比较聪明的 所以我们接了之后呢 每一个小川 一个摄影图啊 就代表着这种胶片的风格 通过这个小摄影图啊 这个小窗户 我们大概能看到每一款胶片 它不同的色彩风格 比如说这款 你看它偏红 在那个原先摄影图就能看出来 这张是黑白 在这能看出来是吧 我们可以选择一款 适合这样照片的滤镜 选择了之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机关啊 这里选了之后呢 这个摄影图就变成这样了 对吗 我们在这个摄影图上再点一下 点开之后呢 大家留意一下是这样啊 我先讲这个12的这个啊 加12 我们用手指按照这个白点 可以向左滑动 在我们向左滑动的时候 我们能留意到 画面上这个颜色 饱和度等 它在发生变化啊 我们往左移动的时候呢 素质也在发生变化 这个呢 是可以把这个滤镜的程度 降低的啊 这么一个滑块 我们可以可以根据 我们可以根据胶片来决定 用到什么程度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个东西啊 强度 字符和温暖度 那么这个东西呢 不是所有的滤镜里面都有的 这个是这款滤镜 现在这个叫克达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啊 这个啊 这是它模拟胶片的这个名字 那么 这款胶片 是有这个调整项目的 比如说强度 我们现在是调整的 字符 我们看一下 也可以调整啊 它对画面也是有影响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温暖 我们左右滑动一下呢 就能看到 它对画面的影响啊 是这样的 就说这个颜色呢 可以偏暖一点 也可以呢 偏冷一点 根据你对画面的理解啊 来调整 调好之后 在这里啊 对勾 确认 好的 滤镜选好了 再接下来看这个 点一下之后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 调整的界面了啊 这里面呢 用手指在下滑动一下 有很多个调整项目 那么第一项呢 它就是曝光调整 这个曝光调整呢 调整的就是画面的亮度啊 进来之后 这个滑块啊 大圆点 左边右边移动 就能看到画面的亮度 在发生变化哈 比如说我们稍微 调低一点 同样按对勾 确认 接下来呢 就是对比度 好的 对比度可以调整 可以增加 或降低反差啊 如果不知道 什么是反差的话 咱们也不用 非得弄明白啊 然后呢 你在这上面滑动一下 你就能看出来 它就画面的影响啊 通常来说的话 在左面这边 就太灰了 右边这边呢 就反差太大 大家能看到这个 要么太 画面里面 有的地方太黑了 有的地方太亮了 所以呢 调整程度 我一定要把握啊 可以略一般的情况下 可以略微加强一点点 但是根据画面啊 有的是适合降低的 好的 现在注意这个调节啊 调节之后 进来呢 它有这么几项 可以更改的啊 一个是 剪裁和拉直 接下来还有个倾斜 我们先来看一下剪裁啊 剪裁这块呢 它是有这个 画幅比例调整的 比如说 我想剪成3比2 哎 你可以点 你可以点 16比9 这都可以调的啊 那么 如果我不想用这个比例的话 那么 我们进来之后啊 看一下啊 我们进来之后 它是自由剪裁的 你这个时候 你 你随便变这个画幅比例啊 但如果你想调 那么你就调下边这一排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我们左右去滑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照片呢 在旋转啊 如果这照片有点 歪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调整 这里边不是有 有线吗 对吧 我们用这个线条来对这个 画面当中这个线条啊 把它对直 好 大概调整好了之后呢 我们还看到这个数值的线条 还没有数值啊 这个时候 办这个事的 是这个功能 叫做倾斜 倾斜点开之后 我们能看到一个x和一个y x呢 就是指水平方向的调整 y呢 是指数值方向调整 现在我们看水平方向上的 可能问题不大啊 基本上平了 现在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值不行 所以呢 我们调y的方向啊 这就跟我们学数学的那个x轴和y轴是一样的啊 调y 一看哦 这个更厉害了 那么就说明调的方向不对 反回来往这边调 哎 好像有点多了 再往回拉一点 现在好像差不多了 那么 下面这条水平线还是有点不太水平 对吧 我们再动一下x 哎 稍微 平了一点 对吧 调好之后呢 我们就选这个 最高 这一项啊 呃 可能需要点时间去适应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 你可能未必 呃 能把握得准 到底调哪个 调多少 往哪一方向调 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再往后看啊 一个是 锐化和清晰度 这两个都是让照片变得更加清楚的 如果你这样照片对焦不是 呃 很好 你可以用这个来加强一下 或者是你要你想强化质感 也可以用这个来加强一下 这个当中呢 清晰度 它的这个调整呢 会对画面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 大家看一下 我直接拉到12 所以呢 对清晰度的调整一定不能太多啊 锐化的 它的影响到美反倒没有那么大 所以呢 这个它的程度 你可以自己把握啊 但我通常建议 不要把照片的锐度加的特别特别的多啊 而这一项呢 是饱和度 它影响的是画面的鲜艳程度 大家看一下 我拉到最右边啊 是不是太艳丽了 是吧 拉到左边的时候 画面几乎变成黑白的了 还有一点点颜色 也就是饱和度降低的非常多 那么像这样照片来说的话 可以略微增强一点点 饱和度 接下来这个是色调 色调这里面有两项调整的指标 一个是高光 一个是阴影 什么叫高光啊 照片里面最亮的部分 比如说像这样照片里面的天空啊 大家看一下 或者楼 这个白色的部分 黄色的部分啊 我们调一下看看啊 画面当中发生变化的这些 就属于高光部分 像这样照片我们可以略微高光 加起来一点 接下来这个阴影呢 它影响的是画面当中比较暗的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块里面的黑色部分啊 或者是深色的大楼呀 还有一些建筑上的投影等等啊 我们看一下 它对画面的影响啊 深色的部分都会受到影响的 阴影呢 如果提的太多画面就会发灰 所以呢 这项调整完之后 我们可以翻回来对于对比度 再进行一下调整 或者是呢 你在调整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去调整对比度 把刚才的那两项调整完之后 再来调整一下对比度 啊 你是增加还是减少 对吧 好的 我们可以略微加一点 因为调整完那个阴影之后 画面会变灰啊 阴影和高光都会影响到这个指标 所以再调整一下 好的 色调完了之后是一个白平衡 这里面呢 也有两项调整指标 第一项呢 就是色温 然后呢 它影响的是画面的温暖程度啊 也就说 它是偏暖 还是偏冷 这个呢 刚才在滤镜的程度里面 也有一个叫做温暖啊 那么它这个东西啊 我刚才说了 有的滤镜 有那个调整项目 有的没有 所以呢 如果没有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修改画面的温暖程度啊 也就是说它的色彩倾向 你是喜欢暖色调的 还是喜欢冷色调的啊 好的 我们可以 略微加一点点 或者减一点点 啊 这张照片我原先调的 我是减一点点的 所以我可以略微减一点点 让画面不那么 黄 还有一项 就是色调 色调呢 是画面偏红 或者是偏黄 啊 这个呢 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来调的 好的 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 暂时可以先不动这一项 啊 如果你用的熟练之后 可以再 对它呢 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 好 调好之后呢 点对购 再往后面有一个肤色啊 这个对于 修改皮肤啊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我们大概看一下 它影响 画面的 也是偏黄 或者是偏红 啊 有点跟色调调整的 那个感觉 稍稍有一点像 具体影响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可以针对每张图片 然后去调整一下 试一试啊 就能看出来 好的 对购 退出 这个呢 加暗角的 就是给照片四周啊 四个角这边 让它变暗 我们调一下 看看就知道了 啊 中心是不变的 它的 边边上 发生了变化啊 那么 像这一项呢 也不建议一下子 修改的特别狠 可以略微加一点啊 当然是 也是根据图片了啊 好的 颗粒 如果你特别喜欢胶片的 这种感觉 可以略微增加一点颗粒 模拟胶片啊 啊 后面的这个像褪色 我们看一下 就是让照片呢 变得灰涂涂的啊 这种灰涂涂的呢 它其实是模拟一种 过期胶卷的这种感觉啊 好的 我们根据十一情况来啊 还有你想打造的这个目的 好 啊 接下来再看看这个色调分离 这个色调分离啊 它其实调整的是阴影色调 和 高光色调 在这里 阴影色调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点一下 大家能看到吗 阴影的部分 它就偏红了 我现在选择红的滤镜 当然程度也是可以调的 你可以让它多 也可以让它少 高光色调也是 我们也可以让它多 也可以让它少 啊 但是这项呢 我通常不怎么调啊 好的 退出啊 还有可以加边块 啊 边块的颜色也是可以调 啊 边块的这个宽度也能调 比如说调成黑的 调成黄的 调成这个 这是边块啊 还有这个 叫 HSL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调整呢 是 就这几种颜色啊 可以分别去调 这一项呢 我也建议 啊 大家在 用熟了之后 再来进行调整 因为这个 弄不好的话 会容易手忙脚乱 啊 这里面所有的颜色 都可以 去动啊 啊 比如蓝色 我们也可以动一下 蓝色后面 看看后面这些 所有蓝色调的东西啊 它的这个饱和度 增加或者是减少 啊 亮度 也可以增加或者减少 它只影响 有蓝色色调部分 不会影响其他的部分 哈 好的 可以 打XR退出 关于这几项呢 就是 我想说明一下 呃 像这个HSL呀 然后色调分离呀 褪色呀 颗粒呀 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呢 呃 我们进来调了之后 呃 它其实是 完 可以完全改变 这个滤镜 它的一些原先预设的 这些色彩 倾向等等 那么你把这些东西 调了之后呢 其实是等于 你把这个滤镜 完全更改了 所以呢 如果你滤镜不够多 那么你就可以进来 多去调整 这里面的 这些分项 实际上呢 即使滤镜不是那么多 我们也可以调出很多种色彩的变化来 色彩风格的变化 所以呢 如果我们肯多花一点时间 然后对这些项目进行一些细致的修改 那么我们会调出一些自己喜欢的色彩感觉的 图片修正好之后呢 我们点这个 右上角有个保存 好 图片被保存到威斯库的相册里面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到这一步不算完啊 呃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它才保存到手机的相册里面了啊 如果说你不进行最后这一步的话 我们的图片只存在于威斯库的相册里面 你在手机相册里面是找不到它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别到时候修完了之后 哎 我这样图片不见了啊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威斯库的批处理小诀窍啊 就是这里 这两张图片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 对吧 它的这个各种条件都相对来说比较一致 比如说颜色呀 比如说光线呀等等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是可以采取批处理的 把它处理的跟刚才那样图片的色彩是一样的 这样做呢 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拍的所有图片 它的色彩风格也会保持基本一致 好的 操作方法呢 是这样的 我们点一下已经改好的这张图片啊 点击右下角这三个点 大家看一下 在保存到设备相册下面 有一个复制编辑 我们点一下 好的 再点一下 这张图片啊 点好之后呢 下面第三个点点一下 选择 连贴编辑 大家看一下啊 这块发生了变化 对吧 选择了之后 那么我们刚才那张图片所做的修改 就连贴到这样图片上了 如果说你觉得 哎 还没有修改的那么到位 好的 我们可以呢 把它给取消啊 点两下 或者直接 或者直接点下面这个啊 叉 如果图片多的话啊 就可以点这个叉 把它再点开 好的 我们进来之后呢 再对它进行修改 感觉亮度上稍微有点低 对不对 然后 我们进到这啊 把这个曝光 稍稍 拉起来一点点 好的 再把这个 阴影 色调 在这里面 阴影呢 再提高一点点 这里面有个东西啊 粘贴编辑是不起作用的 就是 对照片的透视调整啊 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一项目的调整 它是粘贴不了的 这个项目 这里面比如说 它有点歪 你看现在这个稍稍有点歪啊 稍稍有点歪 我刚才为什么没选这张来做处理呢 就是 它不太方便给大家讲解这些所有的功能哈 然后垂直方向上的 因为它很少 它变得很少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横平数值啊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尽量让它都做到位 那么我们在后期的时候 第一呢 甚至省事 第二呢 就是说你做了这些调整之后呢 对画面它是有损失的啊 好的 然后 这张图片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检查一下啊 我把下面这些东西不要这么多 好的 好 同样有点保存 好 大家看一下批处里的保存啊 比如这两张我们都没有保存过 点右下角这三个点 点完之后呢 写 保存到 设备相册 它这里面 实际尺寸 保存 好的 这两张图片呢 就 修完了 大家看一下 在 相册里面 好的 这两张呢 都被修好了啊 色彩感觉大概一样 因为它选用的是同一款的这个滤镜 啊 关于 威斯空呢 还有一个小窍门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滤镜太多 啊 每次翻呢 也翻好久 呃 有没有好的办法 把自己喜欢的滤镜啊 放在一块 我有一个办法啊 我们点一下 进来 到这来啊 点这个地方 再看一下啊 点这个地方之后呢 就是我们喜欢的滤镜 可以呢 点一下这个五角星啊 点一下这个五角星之后呢 我们选的这个滤镜呢 它就放到了 我们先保存一下啊 比如说我就先选这两个啊 保存 保存了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才选的这些滤镜呢 都放在前面 比如说前面这一排啊 都是老师曾经选过的啊 点过星标的啊 五角星点一下 都在这 然后才是后面的这些 原先排的这些滤镜 那么当你选择了 你喜欢的滤镜 放在前面之后呢 你每次呢 就可以优先选这些滤镜 不用往后翻得很远 这是一个滤镜的 就是所谓的叫收藏吧 就是把你好用的滤镜 收藏在前边啊 好的 Visco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 Visco这个滤镜呢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当然了 可能比较难的情况呢 是大家对于这个色彩感觉的把握 那么对于滤镜的选择啊 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捷镜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大家多去看一些好的作品 观察它的一些色彩感觉啊 色彩风格 你也可以呢 用你自己的图片啊 多去尝试不同的滤镜 多去调整里面的参数 这样的话呢 能提高你对色彩的把控能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我是大厨 我们下次再见